赤道的故事 其實就是我們上一部作品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其中一個話題就是 香港其實是一個遠東情報中心 我們聽完之後就覺得有點興奮 但是就放不到我們上一部的作品 當完了之後 我們就在想第二部的作品的時候 就突然想起上次提過的 一個遠東情報中心的世界 覺得很神秘 因為資料搜集的時候 朋友跟他說 以前的情報中心在哪裏 建築物在哪裏 很神秘 不如想這個故事 一路資料搜集的時候 發現了2008年 香港有一個新成立的警隊部門 就是這個叫做反恐特勤隊 但是這個組織 完全是應該在香港電影上沒有說過 所以我們覺得它有很多發展空間 所以我們將遠東情報中心 反恐特勤隊 這兩天就成為了我們一個故事的基礎 到我們去設計情報中心的時候 我第一個跟美術總監溝通的理由 這個地方一定不能有窗門 因為這是情報分析中心 是不能被人看到的 一定是一個地下室 一定是一個地洞 這些結構其實是 我們覺得是 有少少跟以前港英時代 剩下的一些建築結構 所以你會覺得有些近Skyfall的感覺是對的 首先我們在想一個亞洲地域 比較廣泛的題材 不一定是在香港 不過舞台是在香港 第二件事 我們就要想一個危機 發生 然後就是幾個國家的人 一起處理這個危機 第三我們就想 有甚麼危機可以令觀眾很快 就馬上明白發生甚麼事 不如是一個手提武器 這個武器是相當危險的 設定危機後 就在想 亞洲裏面 哪一個國家是 讓觀眾覺得有說服力 是有能力可以開發這個武器 我們最後選擇了韓國 因為韓國近幾年 他們的電子科技或角力 都是被亞洲的 我們自己都覺得是怪物相看 而他們都有軍事背部 所以設定到他們是有開發武器的能力 我們覺得是可信 所以我們就將這個 這個脈絡 即是武器 發送特任去 遠東程度中心 這三個就開始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